都说在深圳保安和前海政报区的打工人 买不起深圳的房子 他们是该等房价下跌 还是该花半个小时住到中山来呢 他们在深圳租房子不香吗 是因为收入支撑不了 整个家庭在深圳的所有开支 还是他们只是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其实我也很好奇 整个家庭挤在一个五六十平方的房子 是怎么样的体验 在深圳的打工人 生活中还有哪些无奈呢 欢迎评论区普及一下知识 如果你要买中山马鞍岛 你会考虑这个楼盘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